在许多节庆特别的日子里 放烟火总能增加美好的灿烂回忆 新年到要放爆竹烟火 可不能买来路不明的产品哦 另外新北市消防局永平分队 分队长卢俊逸也提醒小朋友及家长 12岁以下儿童是不能释放爆竹及烟火的 我们在使用的注意事项的部分 那个12岁以下的儿童都不可以释放 还有一些公告的特定的公家的地方 也都不可以释放 另外要到哪里释放爆竹烟火呢 新北市消防局就规划了安全区域 有规划仅有特定节日开放的区域 就像是过年放鞭炮 例如鹰哥河滨公园及甘园河滨公园 另外还有平日与特定节日开放的场所 就像是中和绣朗桥上下游各50公尺范围 以及华中桥下到光复抽水站排水口的范围 卢芬队长也再次提醒民众 开放爆竹烟火释放的时间 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安全快乐合法的放鞭炮烟火 一起迎接新春假期 中家新闻战宜勋卢秀娟永和昌报道 有或是都能够完成